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公布的数据,全美目前只有13个州达到拜登政府的新冠疫苗注射目标,也就是在7月4日独立日之前为70%的成年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病毒疫苗。 华盛顿州是最新达到这一门槛的州,此前达到目标的州有加州、康州、夏威夷州、麻州、马里兰州、缅因州、新汉布什尔州、新泽西、新墨西哥州、宾州、罗德岛州和弗蒙特州。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,总体而言,超过1.71亿美国人已经接受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,占美国总人口的51.6%,离拜登设定的70%的目标门槛还有相当距离。 将近1.4亿人已经完全接种,占人口的42.1%,符合条件的12岁及以上人口中近一半的人已经完全接种。 根据报告,将近3.03亿剂新冠疫苗已经被接种,约占3.715亿剂交付量的82%,自周日以来7日平均每天注射量大约为100万剂。 总统拜登5月初宣布了疫苗接种新目标,也就是在7月4日独立日之前为70%的美国成年人注射至少一针新冠疫苗。 除了70%的目标之外,拜登还设定了另外一个目标,也就是在7月4日之前为1.6亿美国成年人全面接种疫苗。 这些新目标意味着在5月、6月,共需要达大约1亿剂疫苗,包括第一和第二剂。 根据5月初美国疾病控制核预防中心的数字,要达到70%的目标,共有大约3500万成年人需要打第一针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